前例股,今天要講一下這隻 這隻是什麼股呢? 這隻就是中信國際電信 這個前例股,它的潛力可以從兩方面講 一方面用一條近一點的下降軌來說,它已經穿了 穿下降軌,成交有些增加 今天就增加了,看到上升有些增加 雖然增加得來就不算很多 這是比較二三線的股份 做電信的,主要是澳門做的 所以它又不算很熱門的股份 但你看到它第一,突破了下降軌 第二,這個之前的浪頂也算是穿了 就穿了一點,突破了上去 換言之,就初步扭轉了 這個一浪,低一浪的情況 當然,最重要的浪頂就是這個,還未穿的 但這個小小的浪頂也算是扭穿了 就是升穿了,就算是輕輕扭轉了 這個形勢就轉了 這個估計,在這樣的基礎之下 估計兩個六島應該有不錯的支持 因為它兩次考驗這個位水平之後 先升穿下降軌,然後再升穿前浪頂的阻力 所以顯示這個兩個六島應該有不足的支持 在兩個六島大幅跌穿兩個六島的風險 就應該是小的 大幅跌穿兩個六島風險是小的時候 再看看,為什麼第二個潛力是什麼呢 第二個潛力是色高的 營利相對穩定的,做電訊嘛 營利穩定,色又高的 今天來算是有七里幾色的 七里幾色都可以的 所以可以想一想 當然這些是二三線股 就算是想,也沒有其他 之前我經常和大家說中二棟那些 可以放心買多些 因為它是大隻的 可見性,或者太明度比較高 就比較容易預計到 買多些也沒有那麼害怕 那二三線那些 就可以買一下,但沒有那麼多 其中一隻收息的一籃子股份 其中一隻可以想一想的 就是一百八三